詞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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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要在 server 上 我們要做服務一群玩家的遊戲 有 server 程式 然後還有一個條件 是我們要用 Perl 開發 那用公司就主要都是用 Perl 在做 那雖然也許會想說 Perl 好像是一個很慢的語言 但其實像這種機師 那種槍戰的遊戲 也都是可以在上面做的 所以它雖然很慢 如果還能用 那因為既然是 Perl 所以我們在上面就不用考慮 那些所有的東西 因為這是 Perl 天使的限制 所以它好像有的幾乎是不能用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 Synchronous 的 然後 Event 局的方式來處理 玩家的玩家的學習 那像這樣的情境 我們有一些常見的做法 那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把你的程式 直接寫在 Event Loop 那 Event Loop 呢 Event Loop 就是這樣 Event Loop 就是這樣 它裡面有一個 你的程式會有一個 主要的一個大回圈 然後裡面就會有 Event 你就取得 Event 然後處理 Event 然後處理完 Event 以後呢 然後我們就再回去 再去一次 那 這些世界的主題 因為都是禁拍寫實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我們 遊戲 大家遊戲之情中 狀態是一直在改變的 所以我們就用 S樣板 之類的東西來 控制我們的 那個狀態 那另外這個 這個做法呢 除了一個是 就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要把所有的程式都會寫在你的 Event Loop裡面 那 既然Event Loop 它不是我們去 看待一個遊戲 或去了解一個遊戲的一個角度 它只是方便程式實作 所以 它其實會讓我們的 在理解上 會變得比較欲穩 那 另外這個 Flag 它 它的意義上 其實就跟 Global Variable 全域變數是差不多的東西 那 全域變數的東西就是 它用起來很方便 不過就像布丁一樣 就是 越好吃的就是 越有問題 很多的話 你就盡量 避開這樣的東西 但 有時候你為了方便 求快 就 就要有毒 才是這樣子的 那另外一個可能的做法 這以前那個 我剛才有介紹過 就是用 跳過一點 就是用 Any Event 那 這個跟前面那個 比起來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 你不會再看到那個大迴圈 因為大迴圈 是包在它的那個 Library裡面 那你主要就是在 你的 Handler 上面註冊時間 然後 那只是說 對你的遊戲動態的變化 你還是要是用 Flag 來處理 對 那 那我再看一些別的方法 這個是我蠻喜歡的一個過法 就是 動態 你們把你的 Commage 直接去註冊上去 像這邊 你可以大家看 那程式碼 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先做第一步 我可能是等待 User要傳給我 是在門一這樣之類 然後我做了一些處理 我還是等他送給我 San2 那最終點 可能我會送 直接給User 這樣子 然後再等他送San3 給我 那從這邊你可以看到 它 我說RudeY 就是說它 一次就是打算讀一次 那讀了以後 就不讀了 那就代表就是下一個指定 那這就完全在一個狀態的狀態 那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的程式碼是從這邊 執行到這邊 再執行到這邊 就是你心中所想的 跟你所寫出來的 會比較一致 那另外一個 而外的好處是 像Less Pro Croger的好處 就是你在Step1 所新增出來的變數 你在裡面 在後續的步驟是可以用的 所以它寫起來 就跟 Martinsway裡面 一個Black 前面第一變數 後面可以用 是比較相似的 那 不過這樣 這樣的寫法一個缺點 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縮白 非常的 越來越深 而且它 在實際上 我們會 像例如說我們有的遊戲 它 就有連續的步驟 可能十幾步 那如果你看 你所有一次要四個 你四十步就是四十幾個 你的螢幕如果是八十個 的話你就要加一半 那如果你要 而且你如果中間 用到PM會一直改你的 Stack 你可能中間會加一個步驟 可能會有一個步驟 要刪掉 你每加一個步驟 你內側全部都要往右推 那你刪掉的步驟 後面全部都要往回 都要再拿回來 那我們用FBA或是GIT的Blame 然後你就會看到 你只要改一行 就後面通通都算了 對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 像類似JKIRM的FBA 這種方式 那 因為我不知道Purl 有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 我也沒有在Purl 裡面用過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是用 我從JavaScript的印象 然後Purl是一件 對 那這張寫法 它是可以避免 那個一直縮盤的問題 就是它第一部寫來是 而第二部寫來是 那只是 對我來說 比較不喜歡的就是 它這邊的變數 這邊是打不到的 但是我們常常 我們的狀態 是從頭到後面 就是我們的 一個事件 其實是從第一部的後半段 到第二部的前半段 這樣其實才是一個 一個事件 可能你是去DP 存取一個東西 可能你去FB 賣一個東西 所以你的 常常會有前半 要傳到後半 那這邊就會不太方便 那對我來說 我更不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物件導向的 我覺得物件導向 不應該用在任何的地方 就是有些場合 它其實是 不需要用物件導向的 而且呢 當我們齁 像我們看前面這幾種 常見的作法 我有講出一些 可能會遇到不方便的地方 那我常常在書上 就會看到所有 都會跟你講 或是那些Burn World的擁護者 會告訴你 如果你寫出那樣的東西 表示你的程式 應該要Revite 各位 這個 Revite 中的事情是這樣 如果我們程式真的寫不好 我們的確該Revite 可是如果是Burn World的體型 本身有弱點的話 就不要再把它推到我們身上 我覺得有一些的場合 其實是這樣 譬如說 GoTo可能是一個很邪惡的東西 但是 亂用起來 它會變得很糟糕 但有些情況下 它是可以用的 所以當我們覺得有一些 比較不適用的情況的時候 要嘛我們就是 忍受它 要嘛我們就去改變它 結果我就 就兩年前 我裡面看了 就覺得好累 那 就想說多加一點作法 那就是今天要 準備要講 Combine Hater 那 這個名字 大家就不要太追究 因為我的英文不是非常好 那時候只想說 我把一些程式馬 組合在一起 所以就看 好 那我希望這個程式馬的結構 能夠更接近我們理解問題 和解法的方式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去看新聞題程式 就是我們先去了解問題 然後想出個方法 然後把我們的方法呢 翻譯成電腦可以懂的方式 那 如果這個 你可以這樣想 如果我們的翻譯 就像從台語翻成國語 或國語翻成台語 就會讓我們這個翻譯非常的簡單 而且當你看到台語的 不過不知道台語怎麼寫 我發現那個意思就是 它語法結構 基本上是怎麼樣的 那你會比較容易 照你有沒有寫錯 那你有想法的時候 你要修改的時候 你會比較容易的改進去 但如果你是把中文翻譯成英文 那有時候就會有一些文化上的格格 對 所以我會希望說 我們程式馬結構 跟我們理解的方式是接近的 那另外我也希望這樣一個東西 它不會有強制性 你用了它就不能用別人 像前面我講的那些方法 其實我有了這個東西後 我還是繼續再用 而且是配合著一起用 就看你覺得適用的場合來適用它 好那我在正確介紹這範圍前 我先直接用範例的方式 說明它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是不用這個寫範圍 不用這個寫範圍 用原本的方式來做的方式 那我這邊用的範圍是這樣子 假設玩家他有加入公會 那他可能做一些動作 那我們就要幫這個公會 加一些文書 所以我這邊有三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從 本身應該先來參數好 這個玩家的帳號 然後這是他要改變多少分數 那後面我很故意的幫你 因為為了demo比較 看起來好像比較 為什麼我不把可以join 在一起的東西 拆成三個 因為我把你寫了三個兵力 這樣子 那好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說 從帳號來變成玩家的ID 那第二步從玩家的ID 找到他是他的公會的ID 然後最後一步是 就是根據他的公開ID 他分數就反正跟其他的分數 然後如果成功過 你有沒有不成功過 什麼 那這邊我就審遇那些 譬如說什麼帳號不存在 那玩家沒公會 那不是重點 那就看一下感覺就是 好 那我這邊用的Library 這個Library應該是 MT-Bend API 對 就是一個 Asequence的 設計是 Sequel放的 一個Library 好 那 就長這個樣子 那然後他就是 像我剛剛說 就是一層又一層的縮排 那 實際上會 通常會更深 好 如果我改用我們的 我 有他介紹這個東西的寫法 會長這個樣子 嗯 這個東西他 他是pearl 可是 他就不太是pearl 就 就這樣 因為我是用 嗯 就是會先 不把這pearl程式讀進去 然後 改進去 把再把它放回來 所以這個 大光號看啊 什麼 dash se啊 這個是 你直接丟到pearl面 不能用的 那只是前面有一個 用的 那就可以用 那這個程式看起來 跟前面的差別就是 嗯 看前面這個程式 然後他每一個 db的那個 匯域後面都有一個 函數 為了要接結果 那在這邊 看起來就是 一個next 然後翻到下一趟 猜數也會 就會自己再過來 好 這個看個感覺就好 後面有比較 精確的 好 另外我這邊也舉個例子 這是猜拳的東西 好 那這也是 嗯 好 這一點 A跟B是兩個user 然後他們要猜拳 就是我們要去跟A跟B 讀取他們 猜拳的指定 這樣子 然後 如果當他們兩個 如果他們猜出來的東西 是一樣的 我就重複叫 重複再請他們重新再拆一次 那如果不一樣的話 我就用呼叫指定 然後把他們 猜的那個 就出的拳 送進去 那這兩個就是負責 存他送出去的那個拳 這樣子 那 這是 end event的寫法 因為現在我要做兩件事情 兩個 兩個玩家 其實是可以同時出拳的 而且不一定 只能會先開始 但是 我就要等到他們 都已經出完拳以後 我要做判斷 那end event的出法 就是我先把這個 都出完拳以後 要做判斷寫在這裡 那如果 如果兩個是一樣的 我就繼續猜拳 如果不一樣 我就 不一樣的話 就結束 然後 這邊就是兩個人 猜拳的城市 那就是要讀取他們 猜拳的指定 那 這邊有 就幾個 我不喜歡的地方 一個是 這段程式 必須寫在前面 那 可是從我們理解上 我們就兩個人先猜拳 然後才跑這邊 他會先寫 這我不喜歡 那另外就是 就是這枚港幣的 這個一定要寫 這個不寫 就是memory 那 我覺得這個 這個為什麼能寫 因為pearl 它是用reference count 那 這邊my loop 它會reference 這一個sub 這個sub裡面 會用到loop的變數 就是外面的loop 變數 所以它會reference loop 整個圈圈 你不把它解開 它就會在裡面 所以這byte 每部教理字 你就多好一點記憶體 那 我覺得這個東西 很討典 因為 沒有經驗的火龜們 會漏掉 那 有經驗的火龜們 如果沒有睡飽 也會漏掉 而且事後很難找 第一隻寫的時候 你如果是不清楚 不清楚了 事後就不知道了 好 那 改完後就講這個樣子 好 那 就是 前面猜選 然後後面就是結果 那 後面 這邊我用CIR CIR 分割 然後它會自動的 這樣子組合下去 好 那接下來這邊就是看 比較要看先 那 我想展示一下幾個場所 的流程組合 這邊第一條呢 它指的是 我們可以先做一些事情 然後等待一些東西 做一些事情 等待一些東西 做一些事情 那這一個人是做一些事情 然後 有些事情我要同時做 那 但這裡面也是可以拆成像這樣 就是裡面有好幾個步驟這樣子 然後在某一個時間點 他們要結合前 然後幾次 那 最後一個就是 錄的 類似錄盤那種感 那 它是 感覺是錄盤 寫起來不能寫入 如果你寫一個話 有迴圈 那就是 看有一台SERVOR 那上面有 假設在玩麻將 上面有50 然後你其中一題 用一塊要錄回來 等 另外49集 要再錄 所以它不能錄 你就一定要 等指令 然後再用遞迴 這樣遞迴的方式 去護照它 那 那我雖然是把它拆成三個這樣來講 可是呢 我不是去為每一種情境 定義一種協法 LineScript像是那個樣子 我們會很努力的去找出一些 比較共通的原則 然後讓它經過排列之後 可以串出這些所有的變化 這樣會覺得這樣 我們對它掌握度會比較高 而且當它們在混混使用的時候 不會產生衝突的地方 就是你不用整天 拿著那個tutorial 或是bank 一直讀 不會讓我們原則可以 都要查一次 那 第一個 第一個s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一段扣 然後 用一個sr把它切開 一段扣 切開一段扣 那 另外這個分開的話 你剛剛有看到一個 就是 這邊有nex 就是nex這種感覺 它是分兩個 那 我這邊寫的是 另外兩種可能的寫法 就是 也是一段扣 後面一段扣 中間的話 就是用cum 就跟外面一樣 是cum 或是nex 那這都是可以混合式 可能可以不分cum 分nex 或是前面那個nex 都可以看一樣 那就會看需要 那或是 如果需要路程的時候 就是用CIR 好那 接下來比較恐怖一點的地方 我自己講 不是非常的把握 希望大家可以 聽懂自己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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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Combinator程式語法結構 就是 主要就是 會有一些Combinator 就是像一個 Comb的一組東西 或是CIR的樣的東西 那中間就是 blocks blocks就是 用SDR切開的一堆block 然後 block就是 pro的code 原本的pro的code 那只是可以 裡面可以篩一些 commentor 或nex 或是這樣的 那 心態障礙就是這個樣子 那大概是這種感覺 但前面看到例子也是啊 就是這樣子 我這邊是做 我先做一些事情 然後這邊就 放兩個開門 做兩個delay 然後他們可能 會根據delay的時間 就各自跑這樣子 好 那這邊我就把它唸過去了 好 就是 Combinator就是 裡面主要靠這個block 那block就是用 這個心態的這些 每個都是block 那block都會 對 就是它是連續的 原本連續執行的程式 那 我很 這個library很重視 很強調就是 什麼是一個block的完成 因為我要知道 你一個步驟完成 才能走下一個步驟 那它的定義是這樣子 block自己 你要先執行完 你要先跑到最後一行 然後 如果裡面有無限 commentor的話呢 每一個都必須完成 如果有dance 你每個都必須完成 反正它裡面的東西 都必須完成 那完成的定義 就是 看commentor的定義 我再看一下一個 嗯 這東西就是 對 剛剛講前一個block完成 就會一直往下一個block 最後一個block完成 那整個 commentor就是完成的 那 就是前面這邊 commentor已經完成了 那如果它是HCR的話 它是 最後一個block完成以後 它會從第一個 再重新再開始 對 那 這個等一下 會不會再講 那 只是因為像這個東西 它就是靠 由於趁來讓它 做那個迴旋的中斷 又不然它出不來 那 這就是 呃 next的話 如果你那邊在next 是多了一個 再完成的工作 像前面我那個 讀玩家猜拳的指令 我就是在 要讀取指令地方 放了一個next 那就告訴這個library說 我這邊要準備 讀一個新的job 然後 當你這個東西進來 像那個 玩家如果 呃 拆拳 出拳以後 它就會呼叫那個next 本身所產生出來的函數 表示 你可以繼續了 對 那 剛剛這個例子 剛剛前面這個 拆拳的例子裡面呢 呃 應該是 應該是 這個 那 db的這個例子 就是它放了這一個就是 我到這邊這樣 跑完以後呢 它會繼續等 等這next 那就是db的回憶 return 就是db回憶回來的時候 然後它就靜下來 那 呃 這邊有一個小設計啊 就是這個next 如果你把它給你的函數 你不叫它塞的殘數 你會再下一個 把他拿到 那 那 就是剛剛那個 拆拳的例子裡面所用到 它基本上跟next 它是 它本身結構跟com是一樣的 但它功能跟next 是一樣的 對 那它就它自己完成的時候 就想到原本跟next 就完成 好 那 反正這同一件想說 還會看得到 所以 就 先 中場休息一下 對 現在有沒有問題 講 我們說其中一個東西 是 它做error 頭髮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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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在error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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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會有一個block 你把它弄踹啊 或是perl自己被人包起來 那 這中間出了任何error 你在後面就可以接 但如果你中間的er 是 它其實那個程式嘛 它你可能在中間 你會去整個世界 對 那 但對 從perl 或是從那個entertain的角度來說 它到這邊 這個盤子就 輸了 然後是等事件進來的時候 從別的地方再重進來 所以 如果你的error 是例如說 玩家 他出的全錯的 那你只能夠在你的 你的接的地方 你會接到一個不正確的指令 處理它 也不能再那麼長 對不對 那在我們這個案件 它也沒有特別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在下一個block 去處理它 OKOK 那如果你是block內 你直接處理session 的話 你就是每一段 你自己都要保整一個 OK 我一問像Jaws會來tory 像很多Jaws會的Promise 他的想法的另外一種想法 就是 我error exception 後面就 那一整個train 然後他想法是進一個train 他這個train 找到前面處理 是不是後面 就會自動掉ERROR ERROR來去 然後一直圈下去 這邊是 你在中間一段 如果你發現ERROR 層次數不下去 OKOK 雖然我自己 對這retain的設計 是 我自己也不是很肯定 它本身是 很方便 你想想 就是有一個目的 它很方便 它破壞了一個 城市的遊城 你知道 有一個很用的 叫ditech 它是 一個問題 城市裡面不可以 不可以有旅程 不可以有break 任何的人 會破壞城市的遊城 都不可以有 對 然後不管那次 可能是哲學問題 好的 他沒有別的問題 好 那我們 還拍得繼續 但是後面就比較 沒有前面那麼重要 然後就是 因為 因為 我自己有覺得 這個城市寫起來 有怪符號的感覺 就是 perl已經很多怪符號 我要辯解一下 這是 我很努力也想要併緣這些事情 那 因為我用feel城 所以我要 兩層大關號 為了併緣跟正常的perl城市 搞在一起 就是分不出來 那 所以 所以 不是好用一些分開 那 只不過這些東西 就是你看 如果你不喜歡 通通沒有 我的設計是 你都可以換掉 我一開始 Use Componential後面 都可以加三層大關 詳細可以看說明 然後我們加那個 給我們加Tools 他第一次看到 他就不喜歡這個 他就把它改成三層大關號 然後 那個CIR就改成小關號 越來越看得比較強會 那 另外就是這個 再次再次FER 這看起來很快 就是 你知道 加加I看起來 就比加I加加醜 那我這邊減減FER 大概就是很醜 那我目的是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FER應該放在什麼位置 他有點像 他應該會把這個Core切開 然後所以我希望他 跟Core不是同一個做法 才看得見 可是他又好像又 為了他 你又每次 要多一層做法 感覺很舒服 原本已經很care的說 你縮一次要多四個 你現在用這個 你縮一次要變八個 就 SEA自己要四個 然後Core自己要變八個 所以我就把它這樣設計 就是說 你可以只縮兩個 然後 字的部分對齊 然後前面又多兩個 對 就希望有這樣的感覺 不過 我看我們家自己的工程師 他們好像不一定會理我 就他們可能是SEA跟Core 是直接縮在一起的 不過 隨便啦 就是 我的個性是喜歡看 大家覺得 很一致 你看得舒服 就這樣子 那 好 我還是沒有想要怎麼介紹 看 我們公司有在 有需要有 想要找工作的部分 我們要尋找就是 也喜歡Corel的人 可能是你很熟 或是你很喜歡Corel的人 都可以 那我們可以一起來 玩弄玩弄Corel 就像 像Corel那個這樣子 就是 弄起來 不舒服 我們就把它改掉 那 但有時候你會遇到 非Corel玩弄的時候 那 我們就是 滿天上班又寫遊戲 我們是遊戲公司 然後 其實上班 有時候也會玩遊戲 然後 老闆 你還比你還喜歡 還喜歡Corel家 好 那 另外就是 我也很推薦 大家可以如果 可以看看 像這樣的一個團 就是猜猜這樣的機會 我在 就是 沒有很 應該說 我們平常寫成是 可能 不常 用方向任務局的機會 不是很多 但是我個人覺得 當我們在學方向任務局的時候 然後 有很多的想法 是在 平常的用的時候 是有幫助是很大的 其實我們沒有把它整個 全部翻過去 就 反正就學一點 用一點 那 它又都是 加加11 還是什麼14 裡面有 或是以前的template 很多都是從方向任務局 抄過來的 那 如果你知道他們原始是長什麼樣子 用起來會更加整形 那 就是 這一個就是 這個library的 那個 是說沒有一件 可能有一些 有蠻多英文錯字 不過 因為台灣人寫的英文 應該台灣人就看得到 然後 第二個 這個就是我 這張專門片大部分 就是全部我圖都從這邊來的 好啊 還有沒有想要問的 就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 所以你的combanator 有沒有發現 那種 連個裡面的combanator 有關係 應該沒有關係 就 對 我那時候想說就是 我心中想 就很像 接邏輯電路 然後 那些 我當初一開始在想的時候 欸對我們現在那個block 就是 一塊一塊的那個電路板 然後我們怎樣把它們接起來 然後接 英文不知道用什麼 所以就 勘敗在一起好了 還有其他問題嗎 還有其他問題嗎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也沒關係 這個 就是 等一下處理時間 那有空的話可以來前面找 講個討論 好那 就非常謝謝經理 給大家來介紹 謝謝 你 謝謝 這個是 謝謝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